嗨 各位消費權益通的朋友大家好 哈囉 我是張冠群教授 防疫保單大災問 解答您心中所有的疑問 在這一集裡面我想跟大家探討 保險有哪幾大重要的原則 保險有四個重要的原則 分別是損失填補原則 最大誠信原則 最價平衡原則 以及保險利益原則 這四個原則是保險制度 運作上所不可或缺的 第一個原則是損失填補原則 只要損失是可以用金錢加以估計的 保險的理賠原則就是損失多少 賠多少 不能多賠 不然的話被保險人會因為損失 反而獲得利益 這樣子會造成被保險人 想故意製造保險事故發生的誘因 這種誘因就稱作道德風險 如果被保險的車輛發生了碰撞 修理費用是5萬塊 保險公司的理賠金額 不會也不能超過5萬塊 因為我們試著想一想 如果修理費用5萬塊 保險公司卻會賠8萬塊的話 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想透過 故意製造車輛碰撞的事故 來獲取不當的利益呢 以上是損失填補原則的部分 接下來跟大家談一談第二個原則 也就是最大誠信原則 我們常聽人家說 保險契約是一個最大誠信契約 簡單的來說 保險契約的雙方的當事人 必須對對方告知他方 所不知的事項 讓雙方都能夠在保險契約 定約和旅行的過程當中 達到資訊最透明的狀態 例如說被保險人必須要對保險公司 告知自己的疾病史 讓保險公司知道被保險人的身體狀況 來決定承保被保險人 他所承擔的風險的大小 以及要不要承保 所以保險法規定 被保險人如果故意不告知自己的身體狀況 保險公司可以解除契約 同樣的保險公司如果不將保單的性質 以及契約的重要內容 告知給被保險人 被保險人如果因此受到損害的話 依據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他是可以加以求償的 以上是最大誠信原則的部分 第三個原則是對價平衡原則 也就是保險公司所收取的保險費 必須和他所承擔的風險是相當的 保險費原則上會依據風險的高低來計算 風險比較高的就必須要繳比較多的保費 風險比較少的風險比較低的 被保險人就繳比較少的保費 例如在汽車保險當中 有肇事紀錄的車主 隔年他的保險費就會大大的上升 相反的如果被保險人是優良駕駛 連續三年沒有肇事紀錄 他的保費就會大大的減低 其實就是這個道理 保險公司既然承擔由被保險所移轉過來的風險 風險一旦發生 保險公司依據契約必須要理賠保險金的話 保險公司一定要預先累積一筆足夠的資金 來支應未來可能的理賠 這筆預先累積的資金就是來自於保物所繳的保險費 以上是關於對價平衡原則的部分 第四個原則是保險利益原則 保險必須要確認被保險人對於投保的對象 他是有一定的利益的 這個利益他可以是經濟上的利益 也可以是情感與血緣上的利益 例如說在汽車保險裡面 被保險人他對於汽車有所耳權 這個所耳權就可以是一種保險利益 被保險人對於汽車有所耳權 所以當汽車發生交通事故而遭受損失的時候 被保險人基於對這個汽車的所耳權 他的經濟利益因此而受到損害 因此他必須要支出這個修理費用 這個修理費用就是損失 損失的金額就可以藉由保險來加以補償 又例如被保險人他對自己的生命 對自己的身體有保險利益 那一旦發生疾病 他的身體健康受到損害 因此必須支出醫療費用 這個醫療費用的支出就是一種損失 也可以藉由保險來加以補償 最近很流行的防疫保單 也是以被保險的健康為保險利益的保險商品 因此他也在保險利益原則的運作底下 以上就是跟各位介紹保險的四個大原則 損失填補原則、最大誠信原則、對價平衡原則 以及保險利益原則 希望大家都聽懂囉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如果你喜歡我們這一系列的影片 或者想知道更多防疫保單的相關知識 別忘了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們 並且記得持續鎖定我們消息會的頻道 防疫保單大災問解答您心中所有的疑問 我們與我謝謝大家 歡迎 勿�� 管 感谢观看